利用这个XML HTTP这个物件 里面的话包含就是我们 主要的程式 第一个就是把它下载到A1 所以关键就在这个A1里面 把这个A1把它醒目一下 意思就是把资料放在A1 所以以后这段程式 只要你去变更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一直到这边 头尾这段比较长 你把它盖过去之后 基本上它就可以自动帮你把它下载到A1 第二个就是说把它不只是下载到A1 还要再切割 那切割的话在下面 这个地方它不过上面有一些分析 这程式怎么写的 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抓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去抓VBCLF 用什么呢 用那个INSTR 搜寻的 就是VBA里面有个专门帮我们做 搜寻自串的一个函数 那搜寻到之后再用MID去做切割 其实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 其实我在网络上面 你只要捞资料 我一定会用这两个函数 其实就绰绰有余 再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都坏回圈 一直让它找 找到什么时候 找到没有为止 就跳离 OK 所以让它重复不断的找 条件是什么 当找到的时候 不等于零意思就是说 我有找到 它如果等于零意思就是说 它找不到了 那就一直找 一直找 通常是像这个地方是找尾巴 所以会有结束的地方 那头我已经知道了 就一定在前面 那当然这地方 可是如果是像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像网页的话 那可能就要先找头在哪里 找尾巴在哪里 把它切出来 用密的函数切 切完之后呢 再放到储存格里面 再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那其实这边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好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 做完之后呢 再利用资料剖析 像这个资料 你可以看到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它这个资料 里面当然有很多 其实我们不需要的 比如说像什么的远期 什么远期 10天 一直到180天 其实我们不需要 所以怎么办呢 干脆我们用资料剖析 把它顺便去掉 那我讲过了 其实有些部分 如果你不太会写的话 你可以用录制的 所以录制的话呢 这个地方当然 我们可以利用 那个开发人员里面 录制聚集 那比如说呢 当然你上个礼拜的 这个资料 它这边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资料剖析了 不过这个资料剖析 是剖析 我们云端上面 我们要的那些 可能跟现在这个范例 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 这个地方要重录 那录制的方法 其实跟上个礼拜也一样 所以 第一个把名称 先取一样 叫做那个资料剖析 所以把这个地方 输入一个名称 资料剖析 那剖析的方法 特别注意 按确定之后 就开始做了 所以我们 反正把它录下来 它自动帮我写程式 所以 只有VBA有 其他程式语言 没有这么好用 自动帮你写程式 不过你可能要注意一些细节 录制聚集 不能乱录 反正你等一下 最好先彩排过 再开始录制 然后录制留在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把它盖过去 因为我刚刚有一个 E 先油标放在A1 Ctrl Shift向下 但它又把它录下来 再来做什么呢 资料 资料剖析 剖析什么呢 分隔符号 因为中间它有逗点 所以我用分隔符号 按下一步 这边的话 请你选择逗点 它会自动帮我分割 再按下一步 那有一些要的 你就把它打 这个 像这个弊别我要 这个汇率 这个其实汇率买录 这个把它留下 然后这个不要 所以不汇入此栏 不汇入 如果说你不要的话 你就把它 不汇入此栏 你会发现 录下来 如果不汇入 好像它后面有个参数 好像会多一个 1跟9的样子 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那这边的话 这个也不要 这个也不要 那这个卖出 现金等于我有两个就可以了 这后面的东西都不要 所以你可以 这个不会入此栏 把它稍微做个设定 设定完之后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它就可以快速的 帮我做切割 其实利用CSV 还蛮方便的 切割完之后 全选 再做什么呢 常用里面的格式 把它什么 自动调整栏宽 跟它栏宽 会跑掉 A栏太宽了 所以自动 全选之后再来 重新调一下 OK 马上可以得到我们要的 那你最后也许 你再把游标点到A1 好 结束了 结束之后 你开发人员里面 停止录制 那后面的话呢 其实你只要程式里面呢 再去呼叫它 其实就可以快速 所以我录完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个module 2 它会自动帮我开 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呢 自动会帮我把 刚刚录下来的东西 放这里 当然我比较建议 就是你录完之后 最好是在这边呢 一样再加上 那个什么 注解 比如说 游标放A1 对不对 Ctrl-Ship向右向下 那你这个 最好是1 2做什么 Ctrl-Ship向右向下 3的话呢 做资料剖析 那实际上资料剖析 在VPA里面 就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名称呢 叫Test Test to Colors 这个方法 里面的话呢 它有一个destination 你最后要把最后切割完的东西放哪里 当然未来如果你不要放这里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在另外的地方 因为你放A1 它会把它盖掉 如果你把它放在别的地方的话 它会保留旧的 其他的话 还有相关参数 不过每个参数如果你不太了解 你可以在Test to Colors上面按F1 其他都会有相关的说明 那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 它的那个相关的参数 好像在Comma这边为True 其他都是为False 意思就是说 它的分割是按照那个Comma 逗点 然后呢 如果你会发现 比如说第一栏要不要 要就1 好像第二栏要就1 后面如果是9的话 我印象中好像是不要的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什么 藉由这些参数 自己做一个动态的去做修改 其实就可以做出你要的 然后这边就是 在这边第四个 实际上就是 我们要做什么 第四个实际上就是 做那个栏宽自动调整 有没有 所以其实就这两行 最后的话 游标放在 放回到那个 我们的A1 OK 所以1到5 其实Column这个 这边有两行 其实理论上 它 这个其实可以删掉 你其实写这样就可以了 Column 10.autofit也可以 为什么呢 其实你会发现 它录下来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用游标 我们用滑锁去选 全选的话 其实是Sales Sales指的是 全部的储存格 Select是选取 它会有一个Select 后面就会多一个Selection 那实际上 你也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一般我的习惯是什么 我干脆就把这边Delete掉 然后直接叫Column 10.autofit 意思是说 所有的栏 autofit 这样感觉 叙述会比较 简洁一点点 不过这种写法的话 当然你可以慢慢再去了解 因为有些时候 录制剧集 它会录到的东西太多 其实有些是可以删除 不要的可以把它删除 就OK 那做完之后 当然你 你就可以 其实我建议是 这一段 干脆把它剪下来 不要放模组2 放模组1下面这边好了 放这边 OK 然后呢 就直接怎么样 Col 资料剖析 跟上礼拜是一样的 跟上礼拜不一样的地方 只有一个地方 这边 网址改一下 另外呢 资料剖析的聚集 重录一下 一样Col这个聚集 那试一下 如果说我全部 大概用上礼拜的东西 直接来 来执行看看 可不可以 这边 那这边我看一下 直接执行看看 应该礼拜上没有问题 执行 OK 有没有 那你可以看到 瞬间 自动 得到我们要的部分 OK 所以这个部分 不过 跟各位讲一下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 因为刚好 台银的光网上面 它有 这个东西 有CSV 那很多网站上面 是没有CSV的 没有CSV怎么办 那这时候 你可能就要想想看 你就必须怎么样 从原始码里面 找线索了 那当然难度就 倍增了 OK 不过 怎么做 我在云端上 我有放一个 就是 这个单元 所以你们可以 下载网络资料 这边有一个台银的 外汇的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指的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不用 不是有开放资料 像CSV这样子 那你当然至少 大家还有个网页里面的原始码 如果这个网页原始码 你希望从网页原始码里面捞资料的话 该怎么做呢 其实这边都有答案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大概里面的话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一下 这里面大概有哪些重点 因为我们时间其实没那么充裕 不过有些重点 跟各位提一下 那如果一样可以从网路上把那个网页里面的资料捞出来 你要的放在你要的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把那个刚刚的 其实上礼拜的东西 上礼拜的东西 其实就是把刚刚下载成为一个一栏 再延伸出去 下载到A栏 这个是下载到A栏 再去做切割 OK 所以你先完成这部分 再去录字取 录完聚集之后的话 配合上个礼拜的部分 资料口吸 好 那剖哪些地方 其实就是我刚刚做的 反正就是五个地方 把它稍微剖完 然后呢 资料就可以完成 类似看到这样的 那基本上我把那个远期的部分 把它删掉 留下我要的部分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